全国各地都在发展足球运动 北中南东 都有具备地方特色的足球邀请赛 以往都是前往外地来参赛 这次终于可以自己主办国际邀请赛 开幕活动邀请政长县议员来开球 1 2 3 决定 埔里一直都没有一个在地的代表性的比赛 让我们的阿公阿妈让我们的埔里乡亲 可以就近看小朋友杰出的表现 所以我们想说就在埔里办一个国际性的比赛 吸引各地各国的足球好手来到埔里这边 不但可以增进我们小朋友的足球本身的技能 也让埔里的乡亲可以在家乡就看到一流的足球赛 来自韩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的球员 以球会友为了推广韩式足网球 来自韩国香港韩式足网球组织主席 也派员参与盛会 我觉得他们的能力很好 足球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可以走得很高很远的 所以我非常开心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加入足球比赛 另外就是足网球我们希望可以带韩国国家的过来 然后推广到台湾 足球运动在埔里山城足球俱乐部 六年来持续努力推动之下 今年拿到全国分区冠军 并且在全国四强赛获得季军的成绩 为了长远的足球发展 地方各界期待企业赞助支持 感谢所有的家长还有教练支持我们的球队 然后让球队都可以顺利比赛 那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其实很多部分家长都有支持 像很多家长帮忙接送的部分 也有帮忙订餐 然后还有杂物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最好的观光国家的推广交流 回来这来知道我们保利 不管是我们的农特产 还是我们的观光 还是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各种小吃 其实这都有带动观光的作用 普里镇第一次主办足球国际邀请赛 让孩子交流平时训练的成果 并且让外界看到普里镇的足球发展 为期两天的足球国际邀请赛 欢迎乡亲来为选手加油 支持这项运动 记者发红困难头线采访报道